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一,下午4時半 這個財色兼收的時間,我是帶領歐斯環球的Janny Tong 首先在這裡恭喜我們香港人之光 何思培又拿了三個金牌,不說笑 香港人才盃出,我們繼續宣揚正能量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相信前途一片大好 保持審慎之餘樂觀 為何會跟大家說這個態度呢? 因為稍後會跟大家說一個很熱的題目 又回到我們買樓還是租樓 而且現在有一個新興的概念 新興的生活風格 跟我經常在另外一個節目移民幫助你說的 要做全球公民是非常之配合的 我們早在社運的時候,2019年 我剛才做節目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說這個 是不是19我忘記了 已經說全球公民身份的事情 沒錯,就是這個女居 女居這個風格 百分之百配合全球公民身份 或是另一方 即是說你要是一個全球公民 去到哪裡都可以入境 甚至居留 你才可以周圍旅居 不要以為什麼背囊都可以去到 都可以去居留 今天看看有沒有朋友進來跟我打招呼 大貓B 多謝你 輝傾 看到我有些鐵粉 經常看到你們的名字很開心 如果不是鐵粉的身份 就進來跟我打招呼 首先講一下下個星期 其實今個星期四 我們都有重磅嘉賓 就是在印尼總領事 下個月都有幾顆巨星 就是我們不同領事館的朋友 通常都是總領事那些過來聊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移民潮 自從我們不知為什麼 很奇怪 越來越安全之後 這一段時間又多了很多人 我們多了很多詢問 好了 講回買樓和賣樓 因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 是不是買呢 第二部分 還是租呢 第三部分 還是旅居呢 我們先講這個買樓 那個叫做減辣 因為全面撤銷這個辣椒 其實大家都猜到 你立即撤銷完 就會反彈 是不是 但是呢 這個反彈是非常短暫的 其實已經反彈完了 無論你怎樣說 前途一片大號 這是我們的口號 現在幾時 一開麥克風都說前途一片大號 就沒有錯了 100%支持政府就沒有錯了 但是呢 事實上 你去街上 你真的看到 除非你這樣逛街 不然 你就會看到 真的很多吉舖 沒辦法 我之前也去了一個基金經理 專門做舖的基金經理 跟我說 笑到暈倒 他的基金日做了幾年 他就說 用四個字來形容他自己 就叫做 生不逢是 笑到暈倒 為什麼呢 當然他很謙虛 他就 確然你現在真的很差 你說 Viu有關係 股市差 樓市都是反映部分的人 股市有反映部分的生意 但問題你一到街 是真的沒有人 不是說 舖位都關掉 是 還有些人說 沒有遊客 周街都是遊客 其實他根本 我看到他很安靜 為什麼呢 我沒試過 晚上 9點多 8點多 9點 星期五 星期五 8點多 9點 我是在SOHO 在Fringe Club附近 你知道哪裏 那個是雲喊街 沒有人的 星期五 真的很誇張 9點多 10點 關門了很多 餐廳 酒吧 所以如果你說 為什麼要說這些 當然我們有幾個角度看 第一就是 首先想想你是不是需要買樓 還是你買的目的不是因為你需要住 是因為用來投資 我先看看時間 因為三部分 如果真的要很實際 這麼說 可能要分開三集 所以我現在簡單說了 最基本的重點 兩點 重點 遲些可能再分開三集 再說 那麼從這個 買樓 你要自己住這個點 你首先就說 如果不買 我是不是也要租 因為我家人移民 走了 又或者我家人 我長大了 我要搬出來 又或者我現在有個女朋友 又或者我現在想著結婚 我有這個需要 有自己的房屋 OK 但是呢 你的選擇是 你要搬出來 那可以是 租 又可以是 買 是不是 OK 那你就說 如果租 我當回一般 例如白領 我當你兩個人住 可能就是 三十多歲 你讀完大學 讀完大學 現在的人很多 最少讀完的Master 都25歲 通常不會立即搬出來 可能讀完Master 做了幾年 就28、9歲 就儲了少許錢 或者甚至乎 你可能一畢業 已經在投行做 已經賺一、二百萬 或者二、三百萬 那幾年已經儲了些錢 最初在家裡住 沒有什麼開支 最多就是給家用 那麼大把 通常畢業 就喜歡整天到處去旅行 就像我這樣 好了 你到了三十 有個女朋友 又或者有個男朋友 你可能想搬出來住 自己當然也沒問題 不需要一定有另一半 才搬出來 那你有少許錢 或者家人給你首期 那你就會計算 如果你搬出來 你要處理重點 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首期 你又沒有那麼多首期 第二就是 工作的時候 利息其實都不少 OK 因為我 首先就說 我覺得 買和租 都有它的好處 還有 譬如以前 你還說回 沒有意思 說回以前 低經元 低經元是指標 可能是九七年的時候 低經元是一萬六千八 那時候 你都覺得貴得媽媽都不認得 就是回到九七年的時候 但你現在是在做 我好像早前有說 是吧 它是那些漂亮的高層單位 是說五萬多元尺 我還以為五千多萬 我不是跟你說 我好像在這個節目說過 我的經紀朋友發了訊息給我 你這麼看得起我 對不起 跌到三萬多元尺 他說本來五萬多元尺 現在跌到三萬多元尺 即是七折 總共只有五千多萬 好了 當時 九七年 一萬六千八 一尺 當然覺得貴得媽媽都不認得 去到五六萬元尺 六七萬元尺 甚至乎山頂的十萬元尺 是經常都看到的 這些在報紙上 不是假的 是有成交的 但就根據上市場有多好 我們斷尺這樣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 哪怕你真的有首期 甚至乎有這麼多錢 一筆過買了才算 如果你只是說買來需要住的話 其實你租一定便宜一些 因為現在 你的租金 根本在香港也是達到兩百分之一 如果一千萬的房子 就是約二十多萬一年 二十多萬一年 就是說 兩萬一年 就是約兩萬一月 差不多了 那些房子 通常四五百尺 都是一個比較OK的區 離不開中環 到尖沙咀 銅鑼灣 上環 那些位置 通常都是那些 我想兩個人 是最受歡迎的 預算和尺寸 好 那你就想 如果你租金 哇 是二十多萬一年 是二十多萬一年 但問題是 你譬如這麼說 你買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一千萬的房子 跌了10% 都二百萬 二百萬就是有十年了 因為二十多萬一年 十年是二百多萬 那就是說 十年之內 如果有機會被你撈到 它跌了10% 那其實你已經等於是 省下那些錢了 那 要看你對樓市的走勢 預算是怎樣 但是你又會想 喂 不是啊 我買樓一千萬 不是一次拿出來的 是借的 剛才我說 是一炮過 不用付利息 你家人付了錢 你一千萬 你放下去 那你沒有利息成本 那就只坐 那是一個玩法 或你可以想 就是因為現在 利息成本高了 現在是去到四個百分之多 那之前是零點多 那個之前是十幾十年前 十幾年前 去到一點多 二點多 三點多 現在是四個百分之多 那利息是升了很多 那你說不是 但是樓價跌了三成都有 其實三成是要給你 去跟他摸 就算是我 只會把個業主撞起來 趕著移民 就是有這些人 你要找適合這些人 還要有你的行政人 幫你去 真的去抓 但是始終你 你的行政人 不僅是代表你 全是會代表兩邊的存在 他不會只是幫你去坐假 因為業主會去不理會 除非他只是代表你 當然是光是你 香港一般來說 就是代表兩邊 就是香港是全球唯一的地方 都是代表兩邊的 當然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你想想,這是比較特別的情況 因為平時你投資或減少,是減少20% 即是市場價值比之前的高位低了10% 你再多坐10%就要 depend 你真的有張票很實的,有機會做到 但你就要想想,你的利息這麼高 你4%一年,你租才2%一年,來回2% 但又這樣說,如果你是借錢的 譬如1000萬的房子,你只需要拿4% 我當你是做到的,按揭保險那些 你是拿10%出來 拿100萬就借,900萬 你借了900萬,4%一年,你自己按計算機 那裡真的不少 4%一年,應該是20年就加倍了 但是當然,你中間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樓市突然升了,不用多,升回30% 你賺的錢就很肥仔了 當然不是說20年之後升,譬如3年、5年 這個又看你怎麼看 那你放下來的錢是10% 那是100萬 那你100萬,轉頭 譬如3年之內,你層次到1000萬 升到1300萬 你是拿100萬來賺了300萬 倍數是3倍 3年升3倍 那當然是胖得媽媽都不認得 除非好像上次,上個星期四 我那個嘉賓跟你說,現在買金 還要買我們的基金 這樣才算 那些不知道是10倍的 我們這些都是估計來的 所以你賺了住之餘 還有機會賺幾倍 你100萬可以變成 那1000萬變成了1300萬 但是你的成本是100萬 就算加上離陰律師 就是100多萬 如果那些興趣只是比了3年 就很少 4%一年 3年都是比了12% 但是你是升了30% 當然這個是假設 所以真的很 depend on 你自己的情況 你個人本身是否需要搬出來 還有你是不是有這些錢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首期 還是說其實你大把錢 或者家人幫你一炮給了 這是最基本要想的事情 好了,看到我的朋友 阿強 Hello Krissy Hello KK Hello 大家對於這個樓市一定有很多意見 香港人 尤其是策略王電視的粉絲 全部都很精明 可以進來 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我剛才在說買樓 大家對於買樓的什麼意見 可以進來留下言 我先喝一口這個Herb Tea 我發現我看回我的 其實我沒什麼時間看回 不過有時候看回 我發覺我也是經常要喝很多水 因為一來又要說話 二來真的很熱 應該說是很潮濕 好了 剛才說了買樓 就是這樣計算 那你怎麼看呢 我們凡事都兩看 我覺得租和買樓都好 因為每個人的樓價都不同 你要想就是 如果現在這一陣子已經跌了 當你賣樓可以減到價錢 我猜30% 即7折 其實是便宜的 就是對比幾年前 但是你說你見到 市場的情況這麼差 真的很差 現在你說 天天扔汽油彈 你仍是看到沒有人倒閉 反而股市仍是有三萬多點 現在雖然升了一些 然後又見到 不是有那麼多人走 或者走了 但是現在你有國安法 又有23條 這麼好 市場是一片大好 為什麼這麼多客戶 為什麼這條街沒有人呢 還有你說 不是呀 開了很多自由行 又有這裡青島 又不知道哪裡哪裡 很多遊客 但是那些消費力 你見到街上那些店 它的轉圈 由一間銀行 變成一間賣燒賣 賣雞蛋仔 賣鴿餅的 大家都猜到 即是說 那個消費力是差很遠 以前你不可以說回尖沙咀買錶的時候 買努力士 聽說是一板 只是不要這個 成板買完 那些 你給他一板錶去看 他不是買一隻的 即是當時 其實很多人來是買 即是叫做買板 在香港買板 然後回到大陸 他就賣給他的鄉里 他就賺得多錢 當然 但如果你說 現在那些人下來 是買一板 但是鴿餅 和一板 勞力士是有很大分別的 是不是 然後你說 不是啊 現在政府已經切掉了 那些人下來買樓 香港很多人走 移民 大家都知道 剛剛最新出了一個 是英國出了移民的數據 原來那個BNO visa 上年就跌了 就是applicant 申請人跌了 今年又升了 那我遲點找一集再說 因為實在有太多話 我講不完 好了 但是你看看才行 你香港的人走了 或者還沒走 那些人趕著走 當然是把那些盤扔出來 先不要說扔 即是供應多了 以及那些人的供應少了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 其實 賺到錢的人 厲害的人 因為你移民去 你只說BNO 英國那些 很多是三、四十歲的那班 三、四十歲的那班 其實在香港已經做到中管 最少都 即不是你 Senior VP 或者 Director 你都最少做到一個 Manager 三十幾 是不是 如果三十幾 四十個通常都 Senior Manager 或者VP 或者 Senior VP 有四十幾 你都 Senior Management 很多 那 問題就是 這班最有實力的人 全都離開了 我說不是 現在每天都很多有高才 有優才 香港有這麼多人才 湧入來 一定向好 那你就要想 究竟這些是什麼人才 從哪裡來的呢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從哪裡來的呢 還有那些人聽聞 其實都不是聽聞 這些都不能假的 在網上大家都看到 其實 因為很多人做假的 那些 他說全球一百強 原來的證書 可能在淘寶有得買的 哎 還要是 其實都 大家都知道 那個李隆基的女朋友 談話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證書有假的 學歷有假的 然後有些說 連身二百五十萬 可能都是假的 全部這些證明 可能在淘寶都買到 這些沒什麼特別的 不是我去說 因為你自己上網 一按就看到了 這些東西 所以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會不會說這些人才 所謂人才 就 replaced 了 真的走了那些人才 不是假的 是真的人才 在香港真的做得很好 賺到錢 不過是 環境的轉變 令到他覺得 沒辦法適應 就迫著要離開 是不是 那好了 如果你看好的 你就應該覺得 可以中長線都買的 那 如果你看不好 大前提就是 你看不好的話 你還拆資 你買層樓 都一千幾百萬 你不是買 不是少的 還拆這麼多錢下來 又怕你出不了貨 因為你要liquid 的時候 他有不同股票 股票你隨便 跟你 現在都不用找broker 你自己手機裡 排定位 是不是 一到位 很多手機都可以落定那些指令 到價錢就會幫你出貨 即是那些股票 但是呢 買樓就是這個問題 以前香港是很liquid的 即是很容易 很liquid的意思 即是很容易變現 是不是 但是現在 你肯便宜一點當然容易 始終香港很有承接力 另外 有些人就會想 其實如果我打算移民 我當然是沽了它 然後在外國買 我也打算搬過去 葡萄牙好 愛爾蘭好 整個歐盟 凡是有做投資移民的國家 全部過去的十年都是 我不敢說全部這麼誇張 因為我沒有一個實質的數據 我猜大部分 我看過數據 即是剛才說的那些歐盟的國家 全部都升的 那些房地產 甚至乎沒有投資移民的泰國 那些是做 都有的 有做一些長期簽證 但是不是移民 那麼柬埔寨 越南 全部都升 唯獨是香港就下跌 還有中國 整體來說 是不停地下跌 但是 你就會想 我拿了一些錢 香港沽了一層樓 去英國移民 那當然在英國買 而且 英國好 加拿大好 加拿大升了很多 直接升到 政府叫你的人 不要再買了 它只是給加拿大人買 如果你要買 你要先移民 不是Canadian 就買不到 還要PR 所以 其實為什麼香港 跌成這樣 整個中國市場 都跌得很厲害呢 那 這個你就要自己想 究竟是一個短期的調整 還是說 其實根本很多人都看不到 後市 還有一點 就是 本來你就預期很多 你切了辣 當然有很多 有實力的強國人 一台台 就是一車車的現金來買 但是事實上又不是 可能已經有錢 那些已經是來了香港 那些在香港 就把錢調到新加坡 這個你不能假的 又是 Family Office的錢 真的很多 或者那些 本來想著在香港 設定一些家辦公司的錢 又走了新加坡 這個呢 新加坡也是升得很厲害 房地產 大家都知道 所以 沒有辦法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考量的地方 那 我看到這麼多人 多謝你 Human Law 所有政策的成效都要時間 是的 所以我覺得所有政策 不好的 可能很快就馬上看到 但是好的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香港人走了 你不是人 這個Human Law 說得對 他問我是不是人 其實可能我是一個AI 來的 另一樣東西 現在很多東西都用AI 代替到 其實我說 為什麼很多人走了 大家都要明白 我說 不是走了 是很多人走了 不是全部 還有 Apple MacMan 中產階級 走了65% 嗯 是不是65% 我就不知道 不過走了很多 因為 就剛才說 就在英國那裡已經很多 兼教成哥都自己 七折賣樓 他真的一個很好的指標 他又把錢丟到歐洲 英國去投資 所以真的我覺得是 所以 其實他說到政策 這件事 真的說得很適合 這個Human Law 就是說 政策的成效 需要時間看 但是很明顯 就是 那些不好的東西 馬上看到 好像你看到 垃圾的徵費 一拖又再拖 現在還繼續延遲 就是 可能 就是 希望他 就是 我覺得 這個拖元再拖 其實都 都很好的 都肯叫做 聽聽民意 那樣 另外呢 我就 租樓 剛才說到 我想今天 只能夠說到買 租都還未來得及說 下一集 再跟大家說 多一點租 以及旅居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說買的話 其中一個最大的 我覺得影響的地方 就是 其實你是否真的會 跟深圳拉平 就是 你現在其實已經叫做 深圳南深圳 所有國際化的事情 早兩天 我跟一個客人吃飯 他才說 哎呀 還打算來拍攝那些 什麼 魏紅光館 香港很出名的 以前很多postcards 我說沒有了 沒有了 然後 總之 那些凡是殖民地時代的事情 都是一直 或者很國際化的事情 不停地去國際化 然後不停地將你融入大灣區 香港的人都上了大灣區消費 一個月 聽說好像40個億 所以 有很多人就會想 不如搬去深圳住 或者大灣區裡面住 你去那些 大灣區是說 中山那些是說 七十萬 五十萬至七十萬 已經是三房一廳的樓 香港是說 成千多萬 最少 如果是三房 即是好一點的地區 所以很多人 可能真的想著 在大灣區退休 根本就是香港層樓賣了 就是在大灣區買 然後 如果你拉平的意思 拉平 都是那句 不是低向上 就是怎麼說 你便宜的變成貴 或者貴的變成便宜 或者中間的平衡 那你究竟的選擇哪一面 你在貴的地方繼續買 然後恐慌有一天 它是否真的會跌到中間 即是你說 一千萬的樓 和一百萬的樓 中間拉平是五百萬 有一個人 就賺了 向上升四百萬 另外有一個人 就輸了五百萬 那 你是哪一邊 大家都要計一計數 這件事 看到很多人留言 Kentem Jenny好 Hello Joy S 要時間要多久 是的 這些都是那句 時間的事情 要多久 不重要 但是當然我們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都有發言的權利 你也不敢說 什麼都可以發言 什麼都可以發表 現在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人覺得 政策是要時間 很簡單 香港 投資移民 真的 沒辦法 你同一時間又有高財 又有優財 你問我 如果我可以 隨便在淘寶都買到 假的證書 然後年薪二百五十萬 也是做假的 那 我為什麼要拿三千萬來 就是你申請的東西 是不用錢的 或者你找個律師幫你做 就是幾萬元 律師費收禮 可能就是這樣說 那 或者是 你有個朋友的朋友 可能貴少少 五、六萬 做得仔細些 我不知道 就是我聽過不同的價錢 做這些申請 但是從三千萬拿出來 就差很遠 那你的服務費 三、五、七萬才算 根據你找律師行 還是找我們 還是找哪些人做 那才算 那 就是 那 所以其實 這個政策 是不是很像之前 你講的 例如我剛才說 人家那個 愛爾蘭投資移民 是 那個政策好得不得了 因為根本就是 人家的錢已經多了 又是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都是同一個國家的人去的 那 人家現在已經是 基本上就是 國安的問題 講到明 已經關門了 你拿多少錢來 人家都不要了 那這些叫做 很成功的政策 就是從這個角度看 是不是 人家的客人多到做不完 你就算現在拿多少千萬 你也做不到 好了 無論如何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 抱歉 因為買樓實際太多話 你也說 那個租金和女居 要留下 我們找一個星期一 再跟大家講 星期四 記得四點半 我們在這個移民幫到你的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謝謝 拜拜